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化系统可以说从上到下 从我们的口腔到肛门 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管道 包括着我们的口腔 我们的食道 我们的外 然后经过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也是我们叫做小肠的最上端 然后经过所爱的我们的小肠 然后经过你看大肠 身肩肠 横肩肠 然后降肩肠 然后到直肠 这是我们 整个人的一个消化道 它包括了很多的 分泌 线体 大家这儿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脸部就有三种线体 一种叫腮线 一种叫舌下线 一种叫下颌下线 这当我们组绝的时候 为什么你经常有口水 就这些线体 它在蜂蜜 那么 大家知道我们的肝脏 肝脏里面有个胆 叫胆囊 肝脏合成的胆汁 储存在胆囊里面 那么下面呢 有胰脏 我们所谓的胰腺 胰腺这有胰管 蜂蜜的 各种霉 我们的一夜就会进入十二之城 它们都帮助我们食物的消化 所以人是一个非常复杂 复杂的比任何工厂都要复杂 咱们下面慢慢的讲讲 口腔 唾液是由口腔中的三个线体蜂蜜的 买它要蜂蜜多少 所爱的口水 你要蜂蜜 1.5升 我们蜂蜜的 唾液的PH值是多少 是7.0左右 唾液中含有 淀粉白 它能分解淀粉 这就是我们 嚼米和馒头 以嚼嚼 为什么会产生甜味 甩解淀粉 葡萄糖 牙肌间的箭 最后生成了所爱的麦芽糖 同时唾液还可以帮助清洁口腔 唾液还可以杀菊 唾液中含有钙和磷酸根离子 通过磷酸钙 可以再沉积在我们的芽上面 来修复我们腐蜀的芽油质 另外 还封面 黏液素 黏液素是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分子 形成黏性润滑的溶液 它在口腔表面提供了一层保护膜 同时 它起了润滑通液的作用 另外我们的胃 人的这个胃 当然所有的生物的这个胃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器官 当然它主要的四大功能 一个储存食物 另外一个蜂蜜埋蜂蜜酸 还有混合食物 我们如果吃鱼刺 让鱼刺扎了嗓子 结果鱼刺我们怎么样 吃饭菜让它一下下去 在胃里面就没事了 但你如果想我们的胃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我们吃下去鱼的刺 就把你扎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胃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胃壁上我们有三种细胞 一个叫主细胞 一个叫环状细胞 一个叫黏膜壁细胞 它们蜂蜜 蜂蜂蜜的物质不一样 主细胞它主要蜂蜜 胃蛋白埋 那么环状细胞 主要蜂蜜粘液 B细胞呢 它蜂蜜 盐酸 这组成的蜂蜜 出来的混在一起 就是我们所谓的胃液 我们每天蜂蜜 多少的胃液呢 一个人 1.5到2.5升 我们胃液的pH值 在0.9到1.5 非常酸的 我们外中的10米 当你吃了食物了以后 吃进去 它和我们的外液混在一起 我们叫10米 这时候我们的pH值 就可以达到2.0左右 再看我们的小肠 小肠 最长的 在人体占5到6米 它的直径是2到3厘米 小肠的上端 开始于外的幽门 外啊 和我们十道接的那叫喷门 然后外体下面的叫幽门 接幽门的部分呢 叫十二指肠 它的末端呢 与我们的幽恰卧的大肠相连 小肠由十二指肠 空肠和怀肠组成 十二指肠 就是和外 我们刚讲的幽门 接的这一段 十二指 十二指 是这么来的 相当于十二个手指这么长 其割据 某些结构特征 每一段都有它的结构的特征 十二指肠固定于腐后壁 怀肠和空肠形成很多的肠瓣 翻驱于我们的腐腔的下部 被小肠细膜细于腐后壁 我们把它叫做细膜小肠 那么小肠的平滑肌有节奏的 它收缩 可以混合食物 并且推进 这食物在小肠里面向前 推进 小肠的特殊结构 能有效地增加了小肠的表面 和食物的接触的面积 小肠的这个面积 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你看这是我们的食道 你看这是外的黏膜 这是小肠的黏膜上 它的绒毛 绒毛上来又有很多歪绒毛 这我们下面图还会讲的 这是我们的大肠 你看这小肠 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构 大家看一下我们小肠的绒毛 看上去像什么 这是我们小肠的表 肋臂上面的绒毛 这是绒毛 上每一个绒毛 大家注意看 又有很多歪绒毛 所以它的面积呢 是相当大 小肠黏膜上覆盖着 成千上万的 一到两个毫米高的 纸状的 或者叫蛇状的 小绒毛 每个绒毛表面覆盖的 这很多很多的歪绒毛 它的整个的面积 有多大呢 相当于三百平米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网球场 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 才能在这 能充分的被吸收 所以这十米进入十二指肠 其酸性的就会被肝脏 类胆质蜂蜂蜜的碳酸青盐 和一线蜂蜜 一线的所谓的蜂蜜物 以及十二指肠 上皮细胞黏中的小线体 蜂蜜的液体呢 把它们中和 所以食物买到那么一段 该什么PH值 它就是什么PH值 那么胆质和肝脏蜂蜜 它们蜂蜜的 它们的PH值是多少呢 是七点四 那么我们每天 蜂蜜多少呢 蜂蜜一身 在两餐之间 胆囊搜集胆质 将其浓缩 为下一餐呢 它就做好准备 当我们一吃饭 它马上就蜂蜜出去 胆质呢 在我们两餐之间 它可以浓缩到十倍 当进餐以后 我们的胆囊就会收缩 挤压 把胆质呢 挤压进入十二指肠 其实胆质呢 是一种盐 它包括了下面的六种成分 一个呢 胆质盐 另外包括胆固醇 胆质盐里面 还有肝胺胆酸 肝胺胆酸和牛黄胆酸 另外还有卵磷脂 胆质色素 这就为什么胆质 看起来是绿颜色的 还有一些衡量的金属 还有一些其他器官的 一些代谢的中产物 这是已经没有毒性的 它也会进入胆质 另一个小肠 蜂蜜消化液的主要器官呢 生命的胰腺 小肠里面的主要的消化液呢 是蜂蜜是由胰腺来完成的 它蜂蜜了以后 可以直接进入十二指肠 它蜂蜜出来的 蜂蜜的pH值是在 7.8到8.4之间 这个蜂蜜每天能蜂蜜多少 一到两身 患了急性一线炎的病人 它的消化机能 马上就一下就 丧失或者降低或者丧失 小肠液是一种热碱性的液体 它的pH值呢 在7.6左右 成年人每天蜂蜜小肠液多少 是一到三升 你看人每天蜂蜜多少液体 应当是6到6.5升左右 如果你不喝甩心嘛 其这个小肠的生肠鸭与雪浆呢 它们是相等的 所以维持一个动态平衡 小肠液主要是由小肠腺和十二指肠腺蜂蜜的 起的润滑和抵御外来细菌和病毒 断人体损害 它可以预防它 它是一个起到拼障作用 小肠液的食蜜的量越多 它蜂蜜呢也就越多 因为它要帮助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 所以你吃的多 它就蜂蜜的多 另外外蜜素 促移腺素 胆囊收缩素 以及血管活性肠态等 它均有刺激小肠液蜂蜜的作用 小肠液的蜂蜜还受着体赖的赖激素 这些激素的蜂蜜的影响 另外小肠线 全部小肠的黏膜层内都分布 那么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 在我们人体的消化中也很重要 它是消化过程的 胰腺蜂蜜的两个重要的激素 我们把它叫做赖蜂蜜物 它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门静脉 大家胰岛素是很熟悉的 当食物分子开始消化的时候 进入十二质肠细胞的葡萄糖和氨基酸 就刺激一线 它就释放胰岛素 它进入肝脏激活 可以讲葡萄糖储存为糖源的酶 从而达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同时它可以刺激脂肪和蛋白质的合成 所以胰岛素缺乏的时候 我们人体就会出现糖尿病 另外胰高血糖素 它的功能与胰岛素相反 完全相反 那么一线蜂蜜的酶 我们总结一下有下列这么多 有糖酶 它主要是蜂蜜 淀粉的 你们淀粉酶 它可以分 蜂蜜淀粉 产物它是麦芽糖 另外它蜂蜜 它蜂蜜与蛋白质 水解相关的 不同的酶 包括钛酶 另外它蜂蜂脂肪酶 脂肪大家知道 可以把甘油三脂分解成 甘油单脂和两个脂肪酸 大肠 看一下人的大肠 人的大肠比较短 大肠的那个位置很有意思 它是绕在小肠上面 绕一大圈 小肠它从这边绕上来 横过来 然后再从左面下去 如果说你大便干燥 你都用你的左手压压你的 下腹部勾上面 你压呀 那你一会儿就想上厕所了 那么大肠的主要功能 它是进一步吸收 粪便中的甩粪 把甩粪的重吸收 还是电解质重吸收 这是我们人体的功能 所决定的 另外它还有形成和 储存粪便的作用 储存的一定的量 它就给人一种刺激 刺激肠臂 给人一种刺激 传到我们的大老皮层 我们就想上厕所了 那么大肠粘膜的上皮和大肠腺 均含有许多分泌粘液的环状细胞 它可以分泌很多的粘液 因此大肠的蜂蜜 富含粘液 粘液可以保护 肠粘膜及润滑粘便的作用 不然你没有这粘液润滑 你的食密在里面形成大便 干你根本出不来的 它可以保护我们肠臂 防止机械的损伤 另外可以防止免遭细菌的轻视 大肠液的pH值 是在8.3到8.4之间 人体大肠内的细菌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大家知道我们的肠道里面的细菌的量 要以公斤的计 就是由于这些细菌在肠道里面 消化了我们食物里面的 特别是我们的纤维素 吃菌的纤维素要在大肠 经过发酵 让它再分解成 小分子的脂肪酸 和小分子的 二氧化碳和甲烷 这些化合物 这些物质呢 对肠道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特别是短练的脂肪酸产生的 对人体很重要 大肠中有些细菌呢 还可以使蛋白质分解成 氨基酸 钛 还有硫化氢 组织氨 以及阴多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粪便有味道 就来自于这些化合物 硫化氢 阴多 这些氨类 大肠中的细菌还能合成 有些维生素 主要是维生素B租的 还有维生素K 在肠道会合成 所以对我们的人体 每一个器官呢 都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说 为了减肥 干嘛把结上某一段 当然有些人 有些疾病非结一段不可 但是完全结了就有问题了 因为有些人得了快扬性的结肠炎 整个大肠里面都是糜烂性的 很痛苦 那短的你可以结一段 一结可以 但快扬面太大了 你就没办法结掉 全取掉 已经大便在哪储存 那么唐类的消化和吸收 我们下面看一下 三大洪量营养素的消化和吸收 当然了 口腔里面呢 吸收 核性消化一点点 它不吸收的 食道里面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输送的作用 当然它也有一些唾液线了 分别的唾液了 它主要的功能是在食道 把食物从口腔输送到胃里面 胃里面呢 再经过酸化与混合 那多糖呢 这时候的糖的分解呢 不是很显著 但有一部分坏分解 那么进入十二指肠症了以后 有肝脏胆 肝胆 蜂蜜腺 还有胰腺 它蜂蜜各种各样的酶 这些酶来进入 主要是进入小肠 十二指肠由于很短 那么主要在小肠里面呢 进行 我们碳水化合物的 我们的所谓的糖内的消化 把它消化成 各种各样的单糖或者双糖 就是淀粉 甩解成麦芽糖 麦芽糖呢 在麦芽糖埋的作用下 甩解成一个麦芽糖和 甩解成葡萄糖 麦芽糖甩解成葡萄糖 那折糖呢 甩解成一个葡萄糖和果糖 那么乳糖呢 甩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 所以它都是在不同蜂蜜的 特定的埋的作用下 把糖呢 把淀粉甩解成双糖 双糖呢 吃进去的再甩解成单糖 大肠呢 它主要是纤维素 对纤维素 这些植物细胞壁成分 它的一种消化作用 主要起的是发酵 主要发酵成 咱们刚刚讲的短量的脂肪酸 那么肠道中的双糖 通过粘膜层它可以扩散 到小肠的上皮细胞和绒毛 其表面呢 它们携带有双糖霾 在这儿呢 它可以 进一步把它双糖呢 分解成单糖 那么释放的单糖 它通过主动的转用 或者扩散的方式 通过细胞膜进入 小肠的上皮细胞 上皮细胞 主动转用它是一个 可逆浓度 梯度的吸收过程 另外我们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 当然蛋白质在外里面 一般都是被外蛋白埋开始 消化破坏 那么肝 胆一线 它们分泌的 主要有很多蛋白质消化的埋 包括钛埋等等 把我们的蛋白质 分解成钛 钛呢 分解成氨基酸 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 氨基酸与短链 钛 通过 有绒毛的粘膜层 它可以扩散到 外绒毛细胞膜膜上 膜上呢 还有将氨基酸吸收到 上皮细胞的转运蛋白 那么这个 外绒毛的细胞的外膜 还含有 钛埋 与 双糖埋的方式相似 它们呢 可以把 双钛 进一步分解成氨基酸 然后再在转运蛋白的作用下 把它转运到 细胞壁里面 吸收进入 肠粘膜细胞 一小部分外败消化 而极少量的全蛋白分子 人体也会被吸收 这就是我们新生儿的 从母亲里面 母乳里面 得到的一些抗体 抗体的 本质就是蛋白质 它们可以 以这个蛋白质分子直接 一种通时的作用 吸收进入 婴儿的体内 但第二呢 还可以发生于 某一些个体 由于 这些蛋白质的存在 而引起 某些个体 对牛奶 鱼 花生 以及草莱等食物 有产生过敏的倾向 为什么有些人 对吃的一种蛋白呢 过敏 就是由于它 这些蛋白质呢 以蛋白质分子 吸收进去了 而引起的过敏 那脂肪的消化 当然脂肪 坏在外里面 有少量的 被消化 但主要还是在小肠里面 因为一线蜂蜜 这个脂肪埋 把甘油三脂分 分解成甘油单脂 和两个自由脂肪酸 然后这是 它的整个吸收的过程 消化吸收的过程 食物中的甘油三脂 在脂肪埋的作用下 甩解症甘油单脂和脂肪酸 那么甘油单脂和脂肪酸 与胆炎结合 形成了 微胶粒 微胶粒 进入小肠的 不流动的甩层 然后再进入 黏膜细胞 在黏膜细胞里面 甘油单脂与脂肪酸 在乙线腐埋的作用下 生成甘油二脂 甘油二脂 在与一个脂肪酸合一 乙线腐埋的作用下 生成甘油三脂 甘油三脂 与蛋白质 零脂胆固成结合 形成我们所谓的乳迷歪力 乳迷歪力 进入淋巴 通过淋巴 再进入血液循环 这是脂肪的吸收过程 那么下面 我们讲一下 与膳食相关的消化系统 常见的疾病 第一来我们常见的蛆齿 糖内产生的酸 或者菌斑导致的油压质的 牙油脂溶解 但是这个糖吃得多 没好处 当你的血糖身高 非常毒性很大 这我们会在 膳食与肺肠性流行病一章再给大家讲 另外一个胃 食管反流 这是一个食管扩跃肌 闭合障碍 或者肺胖引起的 肺胖引起 里面脂肪太多 吃进去了 有些人 尽管吃 吃进去的食物了 一口一口就出来 这叫反流性的食管炎 另外外肠炎 细菌或者病毒侵入肠 或者肠壁 分泌的毒素 有毒性的物质 外肠炎的常见 我们在座的各外 你可能 每人可能都得过外肠炎的 另外快阳 外合十二指肠快阳 特别在幽门部外 出现的螺旋菌感染 2007年的罗贝尔奖获得者 澳大利亚西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 从外的幽门部外 快阳 快阳病区 取下来 结果发现 一种螺旋式菌 后来他们用这螺旋菌 做实验 并且自己把排阳的螺旋菌 自己喝进去 导致自己得快阳 证明 这个螺旋菌引起的 外肠炎快阳 现在问题就好解决了 抗生素就能杀他了 是吧 能治疗他了 以前得了快阳病 都不敢吃抗生素 怕更刺激 另外胆结石 常见的 很多人得结石 然后把胆囊切除 另外一个常见的 一线炎 病毒感染或者酒量 酒精过量引起的 一线炎 酒精中毒也会引起 急性发作一线炎 另外肝炎和肝硬化 食物吃的不干净 1985年 在上海由于毛汗 吃毛汗 这个假肝病毒爆发 30多万人 得假肝 当然了肝炎 还有酒精性中毒性肝炎 脂肪肝等等 另外大家 前面给大家讲了 有些人不能吃小麦 我们叫腐制过敏症 它主要是 由于 组织的 骨氨纤 骨氨纤移酶 产生腐制的 抗体复合物 而导致的 这是一种 自生性免疫反应 一吃 它就过敏 根本不能吃 任何小麦食品 另外一个常见的 南外炎 大家知道 在盲肠和淮肠之间 有一个小小的 叫南外 它通常是由于 盲肠受感染 由它接着盲肠 盲肠受感染 引起的南外发炎 另外一个西石症 由阶肠下端黏膜 向外突出 在肠端里面 形成了很多的 突出去了小狼 另一类疾病 常见的 叫肠 益肌综合症 这一类 现在病因不明 就出现 拉利基 经常大便 有粘液 还有食物中毒 犯用药物 或者灌肠 都会引起 另外炎症性 肠病 这就是所谓的 克伦恩病 和快阳性 结肠炎 很痛苦 有个 黄安药物 可以治疗 快阳性 结肠炎 目前 小面积的 可以先给它 截掉 大面积的 没办法 认为是一种 自身 自身免疫性 疾病 另外 另外还有 雾吸 呕吐 所谈到的感染 便秘 所谓消化不良 等等等等 消化性疾病 好 谢谢各位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李老师 你好 你今天讲消化吸收 我就想到之前 讲说早上的时候 配一颗鸡蛋吃 是比较营养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 说这个鸡蛋是状态下 吃它的营养素的 吸收是最好的呢 我现在听说 就是说法就很多 有人说吃生鸡蛋 它的营养素吸收 是最好的 也有人说 就是那种煮到 半固体状态的那种 是吸收最好的 那这些说法 有没有什么依据 对不对呢 您好 请坐 好问题 大家给掌声 有些人是在生喝鸡蛋 我劝各位 千万使不得 首先这个鸡蛋 你生吃 为什么很危险 因为鸡啊 它的大便和鸡蛋 是来自于同一个部位 鸡蛋的沙蒙石菌污染 引起的沙蒙石菌感染病例 在西方国家发病很高 就是由于吃鸡蛋 没做熟 还有些人吃生鸡蛋 太可怕了 生吃鸡蛋 有些人认为吃生肉 吃生鱼片 生鸡蛋 好像吸收好 营养好 没任何道理 动物的蛋白 你是不能利用的 吃进去食物以后 它首先在体内要消化 一定要把蛋白质 最后消化成 双钛和丹的氨基酸 然后吸收进入人体 合成你自己的蛋白质 硬性蛋白 你是用不了的 还会引起过敏的 所以食物一定要给它做熟了 要把它蛋白质要破坏了 然后你再经过消化吸收 才能合成你的蛋白质 从这个角度讲 大家说能不能吃生的 不能 所以千万不要吃生的 好吧 谢谢 还有哪位同学 李老师您好 刚才你提到 我们的胃液 含有pH值很低的 盐酸 那么这么说来的话 应该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但是我们的胃黏膜 为什么还好多呢 却没有被破坏呢 好问题 请坐 来个掌声 是我们的外液的pH值是 0.9到1.5 大家会问 那我们的 你刚问你说 我们的外粘膜细胞 怎么没有被损伤 被这么酸的条件下 其实不坏的 我们的人 人体的每一个器官 它就是这么非常特殊 就是要在这特殊的条件 特殊的pH值之下 它才能工作的正常 我们的外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能 外酸不坏腐蚀 我们的外粘膜呢 外壁细胞呢 其实这样 我们的外液 刚才前面讲到 我们的外壁细胞也封密一种粘液 这种粘液呢 它在我们的外粘膜上 首先一层保护膜 这是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 我们的外壁细胞上 它封密碳酸氢纳 酸性的物质 和我们的外壁细胞接触的地方 就把它中和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体的 人体的每一个部外的结构 组织器官的结构 为什么要这么酸 它一定要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蛋白质 要给它先破坏了 重新经过消化了以后 吸收进去 再才能合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我们不能用动物的 不能用其他食物来的 这就是我们人体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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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